公元578年5月23日,周五帝与文庸亲自率军北上,准备兵分五路讨伐突举,然而刚出发不久,与文庸就突然得了重病,27日发病,6月初一就死在了赶回长安的路上,年仅36岁。 从公元576年10月到577年正月,周五帝与文庸仅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,就灭掉了北齐,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夙愿,创造了标明史册的红颜。 男儿只手罢无钩,收取北齐五十周,这是何等的丰功伪计,但他并不满足,他想要的是北平突厥南定江南,一统天下,所以平定北齐后,为了一统天下做准备,他马上就下诏把北齐境内的所有奴婢和杂户释放。 这一次废奴隶,较之见得元年的那次范围更广,不论官奴司奴一律从良,其次还搬起了刑书要制。 北齐拥有十分先进的齐律,但由于政治极度腐败,法律成了一纸空文。 施加大族瞧取好多结论财物,隐匿户口强占徒弟,致使社会动荡不安。 乱世用重点与文庸制定的刑书要制,便用一剂猛妖,有效地制止了北周境内的不法行为。 周五帝一手释放奴婢,一手用重刑打击门法士族,自然获得了元北齐百姓的支持。 同时他还按照官奴的模式改造北齐,包括禁佛,北齐的佛教昌盛,比北周更甚,据说光佛教徒就有三百万以上。 攻下夜城后,周五帝亲自生殿平定三角,下令照搬在北周境内的禁佛条例,佛经和佛像通通销毁,寺庙收归国家,僧尼编入名户和军户。 之后周五帝有点名,赵关东门法的杨修之和炎之推等十八位名士入官,加以任意,目的就是要是北齐的汉族门法融入官奴集团十八人中最主名的。 应述严是家训的作者炎之推,宇文庸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,有效地实现了远北齐境内的平稳过渡。 但这一切让陈国皇帝陈虚非常不爽。 当陈宣帝听闻齐国已被周人索密,震惊的同时心里很不识滋味,他本来想做官成百,等周期两家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兵,然后再与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好处。 但没想到高伟这家伙实在是太不争气,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三个月就被人家吞并。 陈宣帝设想中的座山官虎斗,也变成了现实中的座山官虎吃肉。 看着北周轻而易举就霸占了北齐,就如看着自己心意的女神被一个二流子轻易搞上手一样,真让人怎么能不分外眼红。 于是渡火中烧的陈宣帝,下定决心要分一杯羹,他要趁北周在河南立足慰稳之事,攻去虚言等地。 为此陈宣帝还征求了五兵尚书毛喜的意见,毛喜当年跟陈宣帝一同在长安居留多年,回国后又长期处理军务,对周辰两国的情况都很了解。 于是他说道,陈宣帝如今怀左心平,边民尚未建安,周人又刚刚并吞齐果,气焰正盛,难与争锋,况且进发中年,势必弃周登陆作战。 这是用我之所短影笔之所长,实在不划算。 陈宣以为,不如阿明宝静,西兵解好,然后广目应戒,顺善而动,此乃长久之计。 但此时的陈旭就和刚被横刀夺爱,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男人一样,根本不可能听进去任何意见。 于是就在北周攻灭北齐的当年冬季,陈宣帝不顾毛喜等大臣的反对,命吴明车统军再度北伐。 吴明车自怀河如四水北境,首要的目标是攻去徐州重镇彭城。 当时驻守彭城的是徐州总管梁氏雁。 梁氏雁与吴明车磕碰了几次之后,发现这老家伙属实太猛,所以就退回彭城死守。 吴明车随即就把彭城围了个水泄不通,连只苍蝇飞出来都要严加盘查。 得到陈军进犯的消息后,周五帝并不意外。 其实在他统一天下的构想里,罚臣本来就是今后必须要走的一步棋,此番陈国主动进攻。 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,先探查一下陈国的军事力量。 于是宇文雍变派大将军王鬼捅兵去援救徐州。 王鬼人如其名,做事也相当狠贵。 在开往徐州的路上,王鬼探着吴明车正在用燕水灌成之防, 虽决定暂时不与陈军正面交锋,而是轻行极尽。 插入到陈军后方的怀口,先去切断陈军水势的归路。 王鬼命士兵在四水河道中竖起木掌, 又用铁链连接数百个车轮沉于水中, 然后就在岸边铸城,以此彻底封锁游四水入怀的水路。 陈军自知陆战南敌北方骑兵, 加之本方的吉仰资重,又全靠水路陨树, 因此在得知周军截断了怀口之后大感恐慌。 萧摩和便对吴明车说道, 我听说王鬼刚刚封锁了下游, 正在两岸铸城,眼下还未铸好。 如果现在派兵紧急,他们一定不敢相聚。 只要水路不断,我军便能与敌人相持, 一旦岸城修好,归路断绝, 只怕我们都要成为俘虏了。 鹏城九宫不下, 加上吴明车自己又得了苦不堪言的背脊, 所以他这几日心许相当糟糕。 听萧摩和这么说, 当即拉下脸来怒道, 县镇夺骑是将军你的事, 长算员略则是老夫的事, 何须你多言。 萧摩和碰了个大钉子, 只好扇上而退。 所以吴明车依然下令, 继续猛攻徐州城, 他自负地认为, 自己一定能在几天以内攻下徐州, 就像他几年前攻占寿阳一样。 但过去的成功经验, 却不一定能知道现在的时间, 就比如诺基亚正是因太迷恋过去的成功经验, 才造就了如今的失败。 吴明车就是这样, 这次他失算了, 十天之内, 禁敌怀口的周军陆续增多, 暗城也很快修筑完毕, 陈军诸将愈发认为, 此地不可久留, 于是就有人提议, 应该凿破大叶, 然后一周再马, 呈水是奔影之力, 突破亡鬼在下游的防线。 这时吴明车的背景也愈发严重, 以至于难以骑成。 萧摩赫便再次禁言道, 以目前的形势, 要想走水路回去, 简直比攀监连良心发现还难,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。 莫将我愿意率领几千名铁骑护送民, 必当时光安打惊了。 然而吴明车再一次拒绝了萧摩赫的好意, 只听吴明车说道, 老弟此祭, 实乃良徒。 然而老夫我寿命专争, 不能战胜攻去, 实在惭愧无敌。 况且我军步兵计多, 身为主帅, 我怎么可以抛下他们不管呢? 老弟你可以帅气兵先撤, 不要管我。 最终吴明车拒绝了与萧摩赫同行的提议, 于是萧摩赫带着数千骑兵, 当天夜里就轻装先行撤退。 第二天, 吴明车下令绝开四水上游的燕坝, 水位顿时暴涨, 随后他亲领三万将士乘水时顺流直下。 然而随着下游的河道逐渐变宽, 水势也逐渐变环, 等到陈军的船队抵达怀口之时, 水面已经远低亡鬼设下的封锁线, 周舰被铁锁和车轮锁组, 根本无法通行。 亡鬼乘机率军掩杀, 此时陈军的船只好像被捆住手脚的螃蟹一样无法动弹, 面对周军的攻击,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 最终吴明车被周军升擒, 三万陈军将士就此全军覆没, 大将军, 然而不久后, 他就忧愤而死。 十年七十七岁, 当消息传到建康, 陈轩帝悔恨不已, 立即向毛席道歉, 并说道, 青之言今日应演义, 随后陈戌照令延边周军高度戒备, 以防周军乘胜难亲。 然而陈戌再怎么道歉, 过去的历史都无法再重来, 失去了一切也无法再回来, 亲口一战, 让南朝损失了大量精锐部队, 从此北强难若的格局更加明显, 陈国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, 陈戌开始睡不着觉, 但周五帝却并没有继续对陈朝发动大规模的攻势, 因为他觉得在南征之前, 为了杜绝后果之忧, 还有必要先处理一下北边的突厥问题。 突厥人在穆干克汗统治期间, 一直与北周保持着联盟关系, 周五帝与文庸因此还迎娶了穆干的女儿为皇后, 不过穆干死后, 继位者驮拨克汗改变了一贯亲州反旗的策略, 开始精灵的周旋与两国之间以谋取更大的利益。 当时北周方面在与突厥和亲之后, 每年不仅要送给突厥人大批金银珠宝, 而且对拘留长岸的突厥人, 北周朝廷也带以最高规格的礼遇, 而北七为了将突厥拉拢到自己这一边, 更是不惜血本, 以至于达到轻控俯藏的程度。 这一来, 突厥可汗陀伯就更加娇惶自负, 他时常对手下说道, 只要在南边的两个儿子孝顺, 我们哪里还担心缺衣少粮? 到了北七灭亡前几年, 突厥已经在和齐国谈婚论嫁, 所以当靳阳被围后, 齐主高尾曾一度想移民突厥, 所以无论出于哪种目的, 突厥人绝不愿意看到一个强盛的北周存在, 因此突厥和远北七营州刺事高宝宁互相勾结, 与此骚扰北周的北方边境, 如果置之不理, 迟早会构成严重威胁。 于是淮北大捷的第二年5月23日, 周五帝宣布将青铜大军北伐突厥, 计划五刀就要指导王庭,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, 大军尚在向云阳集结当中, 周五帝却突然病倒了, 而且病情很快变化, 27日发病, 6月初一, 在赶回长安的路上, 周五帝与文庸就崩失于成语之中, 十年三十六岁, 假如与文庸再多活几年,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, 数年间必逝天下一统, 毫无疑问, 与文庸是一个杰出的皇帝, 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, 他做事缜密, 从不打无准备支障, 无论是政变, 还是灭佛, 抑或是伐奇, 他都是经过了精心周密的准备后才付诸行动, 他时刻都保持着冷静的头脑, 即使取得了灭奇这样巨大的战果, 也依然是这样, 然而上仓给了与文庸, 作为一代英主的一切素质, 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, 在他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, 一切都假然而止, 随着与文庸的崩势, 历史的走向也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,